耶稣被圣灵充满 从约旦河回来 圣灵将他引到旷野 似是天兽魔鬼的试探 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 日子满了 他就饿了 魔鬼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 耶稣回答说 经上记者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述的一切话 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 下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 这一切权柄 荣华 我都要给你 因为这原事交付我的 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你若在我面前下拜 这都要归你 耶稣说 经上记者说 单拜主你的神 单要侍奉他 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 叫他站在殿顶上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从这里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者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 经上说 不可试探主 你的神 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 就暂时离开耶稣 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 回到加利利 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 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 众人都称赞他 耶稣来到纳撒勒 就是他长大的地方 在安息日 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 站起来要念圣经 有人把先知 以赛亚的书交给他 他就打开 找到一处写着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告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拆遣我报告 贝鲁的德释放 瞎眼的德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德自由 耶稣被圣灵充满 从约旦河回来 圣灵将他引到旷野 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 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 日子满了 他就饿了 魔鬼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块石头 变成食物 耶稣回答说 经上记者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 所述的一切化 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 下时间把天下的万国 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 这一切权柄 荣华 我都要给你 因为这原事交付我的 我愿意给谁 就给谁 你若在我面前下拜 这都要归你 耶稣说 经上记者说 单拜主 你的神 单要侍奉他 魔鬼 魔鬼 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 叫他站在殿顶上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从这里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者说 主要为你吩咐 他的使者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 经上说 不可试探主 你的神 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 就暂时离开耶稣 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 回到加利利 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 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 众人都称赞他 耶稣来到纳撒勒 就是他长大的地方 在安息日 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 站起来要念圣经 有人把先知 以赛亚的书交给他 他就打开 找到一处写着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告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拆遣我报告 贝鲁的德释放 瞎眼的德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德自由 耶稣被圣灵充满 从约旦河回来 圣灵将他引到旷野 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 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 日子满了 他就饿了 魔鬼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块石头 变成食物 耶稣回答说 经上记者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 所述的一切化 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 下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 这一切权柄 荣华 我都要给你 因为这原事交付我的 我愿意给谁 就给谁 你若在我面前下拜 这都要归你 耶稣说 经上记者说 单拜主 你的神 单要侍奉他 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 叫他站在垫顶上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从这里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者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 经上说 不可试探主 你的神 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 就暂时离开耶稣 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 回到加利利 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 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 众人都称赞他 耶稣来到拿撒勒 就是他长大的地方 在安息日 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 站起来要念圣经 有人把先知 以赛亚的书交给他 他就打开 找到一处写着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告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拆遣我报告 贝鲁的德释放 瞎眼的德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德自由 耶稣被圣灵充满 从约旦河回来 圣灵将他引到旷野 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 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 日子满了 他就饿了 魔鬼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 耶稣回答说 经上记者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化 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 下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 这一切权柄 荣华 我都要给你 因为这原事交付我的 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你若在我面前下拜 这都要归你 耶稣说 经上记者说 单拜主你的神 单要侍奉他 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 叫他站在殿顶上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从这里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者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 经上说 不可试探主 你的神 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 就暂时离开耶稣 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 回到加利利 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 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 众人都称赞他 耶稣来到纳撒勒 就是他长大的地方 在安息日 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 站起来要念圣经 有人把先知 以赛亚的书交给他 他就打开 找到一处写着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告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差遣我报告 被掳得得释放 瞎眼得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得得自由 耶稣被圣灵充满 从约旦河回来 圣灵将他引到旷野 似是天受魔鬼的试探 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 日子满了 他就饿了 魔鬼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块石头 变成食物 耶稣回答说 经上记者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 所出的一切化 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 下时间把天下的万国 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 这一切权柄 荣华 我都要给你 因为这原事交付我的 我愿意我愿意给谁 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你若在我面前下拜 这都要归你 耶稣说 经上记者说 单拜主 你的神 单要侍奉他 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 叫他站在墙顶上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从这里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者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 经上说 不可试探主 你的神 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 就暂时离开耶稣 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 回到加利利 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 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 众人都称赞他 耶稣来到纳撒勒 就是他长大的地方 在安息日 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 站起来要念圣经 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 他就打开 找到一处写着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告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拆遣我报告 被掳得得释放 瞎眼得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得得自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